大家好,我是超哥,欢迎来到超哥大话题 之前那一天C罗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欧洲足球变弱了,沙特联赛变强了 那C罗说呢,说现在整个欧洲呢 这个水平最高的也就是英超联赛 其他的都是一般般 那么还说这个沙特联赛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说话 别说太早,说太早容易被打脸 那你看这个今天凌晨的比赛 利亚的胜利和本菲卡的这个日神赛 利亚的胜利又输了个1比4 那么结合这前两天,0比5输给萨尔塔 那么C罗领衔的利亚的胜利 两场比赛,输了个1比9 说实话,这话说完了 要是之前那些大话没说 输个1比9,感觉吧,也还行 因为说你要是稍微谦虚一点说 这个沙特和欧洲存在着这个巨大的差距 我们得努力,怎样怎样 这还不可厚非 但是呢,这个大话说出去 我那时候输了个1比9 这个话说太满了,很尴尬 那么你要说上一场比赛 他这个中场休息了 下半场就没打,被换下了 利亚德胜利输0比5 那个输给萨尔塔,可能跟他关系不太大 这也可以 但是我就纳闷了,就是有一种言论 说这个欧洲杯决赛 这个C罗被担架台下场 球队取得胜利 那么C罗充分发挥了领袖作用 那么利亚德胜利和萨尔塔的比赛 C罗中场被换下 下半场输0比5 就和C罗没关系 我说这是什么言论 既然他是球队领袖 既然你们认为他是球队领袖 那么在场上不论输赢 都跟他有关系 对吧,这个就没毛病 是吧 好了,说回比赛本身 这场比赛呢 就是咱们这一大看点 就是这个天使迪玛利亚 天使迪玛利亚 这个是加盟本菲卡之后 这个第一次亮相 这一场比赛天使迪玛利亚 手袖及破门 展现了非常好的技术和精神状态 当然了 赛前他和C罗也有拥抱 但是迪玛利亚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 技术才是踢足球的唯一法宝 对不对 剩下的什么冲击力 力量 那都是为技术服务的 迪玛利亚射门仍然是那么轻巧 仍然是那么潇洒 仍然是那么写意 当然了 这个拉莫斯 贡萨洛拉莫斯 就是本菲卡的那个超级新人王 就是在葡萄牙打世界杯 淘汰瑞士的比赛当中 完成最年轻帽子戏法记录的贡萨洛拉莫斯 也打进了两手 所以说整个这个比赛的走势 是牢牢的控制在本菲卡的手里 当然了 本菲卡虽然说是普超的豪门 虽然说他总能打欧冠的比赛 但是你要是说把本菲卡放在欧洲什么级别呢 他其实就是属于欧洲一流豪门之下 二流豪门左右的这个水平 俩的胜利也打出反击了 但是你打出反击 你这机会抓不到啊 C卢错失了三次单刀必尽的机会 这个浪费机会浪费的 说是在奢侈 真的是太奢侈了 全队给他球也传出来了 就是那种射门的方式 两个捅射 一个挑射高出衡量了 之前不是有说什么 这个挑射简单的吗 这帮朋友你如今你过来看看 哪个挑射简单 太不简单了 挑射对于力量的把控 对于时机的掌握 对于吃球不为拿捏的这种是否精准 这是相当相当有学问的 所以说呢 你创造出来必进球的机会打不进 那你说足球比赛 他这个进球机会 全场能有几次必进球的机会 我跟你讲 一支优秀的球队 他也不可能做到每一场比赛 我都有必进球的机会 但是创造出来机会 你得把握住 你把握不住的话 其实这种打法就是在伤害球队 对不对 当然这个也就是热身赛 但是你一旦拿到正式比赛当中去呢 对吧 所以说呢 现在C罗的这个状态 真的是一个问题 身体僵硬的程度 对于技术细腻的这种拿捏 那么我还是持一种观点 就是C罗训练到底是在健身房训练 还是在足球场训练 我说实话 我现在看C罗 还是练力量练的多 球技这方面 我感觉传出来的这个 他的社交媒体的这个照片也好 或者说这个动态的视频也好 少 现在让我感觉到C罗 他真的是一个健身型的球员 对于训练场上 对于足球的这个技术的打磨 或者说对于这些细节的掌控 不要拿年龄说事啊 很多有技术的球员 年龄大了也没踢的 像他这样 所以说好话是实话 实话必难听 那么想要学习成长进步 必须要吸收不同的声音 所以说呢 C罗和利亚德胜利 在我看来 先别想着做到什么欧洲最好 或者说怎么怎么的 你先做到亚洲顶级 再说这个都很难 好了 我是超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